當你要沽出你手上的實金 你有兩種地方可以去 第一種是零售市場 第二種是批發市場 零售市場就像LPM或KIKO這些公司 會回收客人的黃金產品 好像LPM為例 它不是什麼黃金產品都收的 首先會鑑定那個金條或金幣 是不是原裝 然後測試重量有沒有輕度 再看看有沒有損壞 它收你的價錢就好過融金價 我不知道,但你一定要價價 收完你的黃金產品 譬如一個楓葉金幣才算 它就將你的楓葉金幣 用一個特價很吸引的 Discount的價錢賣給下一位客人 但LPM絕對一定會告訴客人 這個是回收回來的 不是一手全身 但它與全身的狀態沒有分別 如果有崩花難裂 它都已經不會收回來 收你收得便宜 它的冷氣動不動 它的職員服務態度好嗎 這些全部都是它的開支 LPM說明它只是收某些金幣 市場就有些行家才懂得去的地方 像是紅磡的天風 很多檔普都會拿金來收 另外好像在廟街很月色 還有財記它們都是收金的 當你尤其是那塊金 像本地周大福、周生生這些金條 LPM那些你不用問了 它不會收的 但當你拿去好月色財記這些地方收 它收的價錢就是落勞融的價錢 那些行家都拿得去融 就好過你拿去金譜叫它收 它又左扣又扣 你的價錢不會及得去你拿批發的地方收 價錢那麼好 但當然如果你拿 楓葉金幣叫它收 它都是落勞融的 價錢 但我不包它禮手 就將你的金幣加日價 轉賣給下一位客人 而下一位客人 分分鐘願意都是給日價 去買它收回來的金幣 因為只要金幣沒有損壞 其實日價繼續存在 例如我手上這個好月色 就是它自己賭的 有它的墨頭 那這個周大福 你去周大福買一顆一兩的金 你的日價也不會很便宜 因為你可以錄卡的 那好像這一個就是周生生 這個周生生和這個周大福 我就是很月色那裡買 其實它都是剛剛在客人手上收回來 那禮手就不問我 這些對不對 那有時候你可以問它 還有沒有其他選擇 周生生對不對 這條挺漂亮的 那當然這個樣子 就是這些是全新狀態 因為你不會拿金條 拿去怎樣租質它 這些都是和在店裡買回來 狀態是差不多的 你不講究呢 你直接買的時候 就去這些地方買 買享福盛名的豐葉金幣 當然有信心 你這些批發金粒的老字號 信心都不輸竊的 下次會不會考慮這些買買差價 只欠200元一兩的批發金粒呢?